我們上一次上課介紹到這一個 技術器的串聯 也就是這一個 技術器的這個Cascading這個串聯 那技術器的串聯呢 當然我們會分開這個 同步技術器如何串聯 與非同步技術器如何串聯 兩個部分來介紹 那昨天我們上課的內容 已經把這個 非同步技術器如何串聯 介紹完畢 那今天我們開始介紹 這個同步的技術器 Synchronous Counter 如何串聯 也就是這個Cascading 那首先我們先直接先看 課本上面的圖8-38這個例子 那同步技術器如何串聯 它最基本的原理 我們先做一個簡介 我們先做一個簡介 假設我們現在 假設我們現在用兩個 兩個位元的同步技術器要串起來 那串起來之後會變成一個 四個位元同步技術器 那我們知道說一個四個位元同步技術器呢 也就是這個一開始是00000 然後加1之後是0001對不對 然後再這樣子一直下去的話 我們看一下 再下去的話這個0001 再下去就要畫0010 再接下來是0011 那再加1的話是0100 然後再來是0101 然後再來是0110 然後再來是這個01 然後接下來是11 再接下去才變成是這個1000 我們現在假設這樣子 我們假設說呢 左手邊這裡是一個兩個位元的同步技術器 然後呢 右手邊這裡又是另外一個兩個位元的同步技術器 那麼我們要把這兩個兩個位元同步技術器 串起來變成是一個四個位元的同步技術器 那各位仔細檢查一下 那基本上我們發現到呢 比較高階的這個是比較高階的部分的同步技術器呢 你會發現到呢 其實他都一直保持固定不變 一直保持固定不變 然後呢 他只有在少數的幾次要進行加1的動作 所以對高階的同步技術器而言呢 我們發現到呢 只有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用這個箭頭所標示這個地方 其實只有在這個地方要做加1的動作而已 對高階的同步技術器 我們發現到只有我們現在用紅色箭頭 所標示的這個地方要做加1的動作 那當然低階的同步技術器 他是一直維持加1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高階的同步技術器 高階的同步技術器呢 我們剛剛講的 只有在我們現在有特別把寬起來的 這個狀態出現的時候呢 只有寬起來這個地方才要加1 那他對應到低階的同步技術器 所有的同步的技術器的IC 我們所介紹過所有同步技術器的IC 他都一定有提供一個輸出端 那麼這個輸出端 他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只有什麼時候他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只有當這個技術器是在最後一個狀態的時候 他會送出高電位訊號 那有沒有同學還記得這隻腳 稱之為什麼 標示為什麼東西 我們過去所介紹的所有的同步技術器 都有提供這個腳 當然不同型號有時候 標示的方法不太一樣 那在這裡我就跟各位講 所有我們曾經見過的標示方法 有的把它標示為TC 有的把它標示為RCO 有的把它標示為什麼MAXMIN 也就是有的IC的標示為TC 有的IC標示為RCO 那有的IC標示為MAXMIN 那這各位一定要記得這隻接腳 那了解了這個之後 我們回到課本上面的這個例子來看 所以今天我們要把同步技術器 兩顆同步技術器串連起來的話 要怎麼串呢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就把比較低階的這一顆技術器 它的這個標示為是Terminal Count的這個輸出端 標示為Terminal Count的TC這個輸出端 或者是標示為RCO的這個輸出端 或者是標示為MAXMIN的這個輸出端 我們要把它串到哪裡去 要把它串到比較高階的這個enable的輸出端 那麼這也就是完成我剛剛所講的 所解釋的理由 只有在低階的基礎器 是在最後一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才需要啟動高階的基礎器 當然各位還別彎掉一件事情 最低階的這個基礎器 永遠要啟動 所以最低階的這個基礎器呢 它的enable呢 你記得一定要給它一個 Active的訊號 永遠一定要把它接到一個Active訊號 最低階的基礎器永遠一定要啟動 好 那我們繼續看圖8-38 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解釋了 也就是說要把低階的紅色筆 所圈起來的Terminal Count 或者是RCO 或者是MAXMIN的輸出端 串到高階的enable的輸出端 也就是藍色筆所標示的 那最後別彎掉了 最低階的基礎器永遠要啟動 也就是綠色筆所標示的地方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所介紹的這個基礎器 是屬於同步的基礎器 那屬於同步的基礎器的話 也就是所有IC的這個 時脈的輸入 所有IC的時脈輸入 一定都要接到同一個訊號的來源 因為是屬於同步的基礎器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完成這樣一個串聯 那在圖8-38裡面是假設 這兩顆基礎器呢 用來串聯這兩顆基礎器 它的模數分別都是等於10 分別都等於10 所以今天你完成了這個串聯之後 把這兩顆串聯之後呢 它的模數會變成多少 我們過去昨天介紹過 就是相乘10乘以10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100 所以變成是一個模數 等於100的一個基礎器 那我們知道說 基礎器 其中的一個常用的應用的地方 就當作頻率處法器 就以圖8-38所舉的這個例子呢 就是說 如果假設這個時脈輸入的頻率是F的話 那你經過第一顆基礎器 那第一顆基礎器的模數是等於10 那麼換句話說 第一顆基礎器的這個輸出端 現在用 藍色比所標誌的這個輸出端呢 它的頻率會除以10 也就變除以10 然後你再經過第二顆基礎器 那第二顆基礎器的模數也是等於10 所以第二顆基礎器的這個輸出端呢 的這個輸出頻率又會再除以10 又再除以一次 所以最後便是除以100 好 那這也就是這個同步基礎器如何串聯 那各位可以回到前面這頁投影片來看 那這頁投影片文字上面敘述 課本上面446頁的地方告訴各位說 同步的基礎器如何串聯 那我們把關鍵的字眼再跟各位複習一次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要把低階的 我們要把低階的基礎器的這個什麼 這個是指低階的這個基礎器的這個 Terminal Count 也就是一般標示為TC這隻腳 或者是標示為RCO這隻腳 或者是標示為MAXMIN這隻腳 把低階的這個Terminal Count這隻腳 把它接到哪邊去 把它接到高階的什麼 把它接到這個高階的這個Enable的輸入端 那麼這也就是同步基礎器如何去串聯 那圖8-39這個例子 跟剛剛圖8-38例子完全一模一樣 只是改成是三顆串起來 現在用實進製的技術器 一顆兩顆三顆串起來的話 那麼它的總模數會等於多少 那它的總模數就是10 乘以10再乘以10 那也就是等於1000 換句話說 它可以當作一個分母等於1000的頻率儲法器 那在這個圖8-39裡面 它就舉一個實際上面有數字的例子 假設這裡時脈輸入的頻率是一個MHz的話 是一個MHz的話 那麼你經過第一顆 經過第一顆這個 第一顆技術器的話 那麼它的輸出端的頻率 輸出端頻率會除以10 那也就只剩下100KHz 那你在經過第二顆 那第二顆的模數也是等於10 那它的頻率呢 會再除以10 也就變成是除以100 那麼剩下10KHz 那你接下去再經過第三顆 模數又是等於10 那最後輸出的頻率呢 也就是F會除以1000 那也就是一個KHz 那這是圖8-39 用3個模數等於10 也就是用3個10 靜置的技術器 你把它串起來的話 那最後最後這個輸出端的頻率 會等於最前面這個輸出端的頻率 除以1000 那接著我們看立體8-8 那立體8-8是說呢 請各位用74190這個IC 去做出一個頻率的儲法器 那麼這個頻率儲法器要求的規格是什麼 這個頻率儲法器要求規格是說 它可以把一個MHz的這個頻率 降低到只剩下10KHz 請你用74190這個IC呢 去做出一個頻率儲法器 那麼這頻率儲法器 可以把一個MHz的頻率降到只剩下10KHz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算一下 我們需要魔術等於多少的這個儲法器 魔術等於多少這個技術器 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地 那題目告訴我們說是從一個MHz的頻率降到10KHz 那各位把這兩個數字相除 那相除算出來是等於100 那告訴我們說 我們必須要一個魔術等於100的技術器 我們只要想辦法弄出一個魔術等於100的技術器的話 就可以達到這個我們所要的這個頻率儲法器的要求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指定是要用74190這顆IC 那74190這顆IC我們先前介紹過 它是一個實境制的同步技術器 那換句話說74190這顆IC呢 它的魔術是等於10 然後呢我們前面第一步已經分析出來了 最後所要的魔術是100 那100的話等於10乘上10 那這告訴我們說74190這個IC 我們需要用兩顆去串起來就可以 所以74190這個IC我們需要用兩顆 要用兩顆去串起來 那首先我們要把它串連起來 那怎麼串呢 當然我們剛剛講了 最低階這一顆IC永遠一定要啟動 所以最低階這一顆IC的CTEN這隻腳 你永遠一定要把它固定接低電位 最低階這一顆永遠要啟動 然後接下來是比較低階的這顆IC的 MAXMIN這隻腳的輸出端 我們要把它接到哪邊 要把它接到比較高階的這顆IC的 這個Enable的輸入端 Enable輸入端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個IC的MAXMIN的輸出端 是採用高態智能的規格 那至於CTEN是採用低態智能的規格 所以在這個串連過程的時候 中間需要經過一個反雜 需要經過一個反雜 那現在螢幕上面的紅色筆跟藍色筆 所標示的部分就告訴各位說 我們已經完成這兩顆技術器的串連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基本的架構 因為這是同步技術器 所以這個時脈一定要接到所有的IC的時脈的輸入 這一定都要接的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什麼 74190這個IC是一個雙向技術的一個IC 雙向技術 那換句話說呢 我們現在用兩顆IC呢 把它串起來的話 那這兩顆IC的設定 你一定要把它設成相同模式 要嘛就是這兩顆同時的地增 所以呢因為這顆IC它是具有雙向技術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用來串連的時候 這兩顆IC一定要記得 你一定要把它設成相同的模式 要嘛同時地增 不然同時地減 那在這裡呢 我們發現到這個例子的圖 立體8-8裡面這個例子 我們把這兩顆IC的這個D斜線Ubar 這隻腳都同時怎樣 都是一樣固定的接地 換句話說 我們通通把它設定為是怎樣 地增的模式 所以這個模式一定要設成是相同的模式 那這是立體8-8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當然這已經達到我們所要的要求了 可以把一個MHz頻率 把它降低到只剩下10kHz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一個MHz頻率 你要從哪一隻街角把它送進去 那就是要把它當作是什麼 10mine的輸入訊號 就是一個MHz的頻率丟進去 然後呢 頻率降到只剩下10kHz 那這10kHz的訊號要從哪邊抓出來 就是要從最後一顆IC的輸出端 最後一個IC的輸出端 就會提供給我們10kHz頻率的這個波形 好 那這是立體8-8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圖8-42所介紹的這個例子 那圖8-42所介紹的這個例子是希望各位要用74161這個IC去做出一個模式是等於4萬的技術器 換句話說呢 這個技術器要是做出來的話 你可以當作是一個分母是等於4萬的頻率儲法器 那我看一下用74161如何做出一個模式等於4萬的這個 這個技術器呢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們要稍微分析一下 那麼74161這顆IC 74161這顆IC是一個標準的四個位元的二進制的同步技術器 它是一個標準的這個二進制的同步技術器 那換句話說74161這顆IC它的模式是等於多少 2的4次方是等於16 那第一件事情我們要判斷一件事情 我們需要用74161幾顆串起來 所以才可以弄出我們所要的4萬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用3顆來串的話 那用3顆來串的話就是16的3次方 但是16的3次方比4萬還小 比4萬還小 所以告訴我們說用3顆串起來不夠 那3顆串起來不夠那改用4顆 那4顆的話是16的4次方 16的4次方等於6、5、5、3、6 那它超過4萬了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呢 我們需要怎樣 基本上我們需要這個74161呢 需要用4顆才行 需要用4顆去串起來 但是你今天用4顆串起來的話 模數是等於多少 你用4顆串起來的話 模數等於16的4次方 也就是6、5、5、3、6 那6、5、5、3、6超過4萬 那又要怎麼辦 你今天用4顆串起來的話 它模數等於6、5、5、3、6 但是6、5、5、3、6 6萬5千多超過4萬 又要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去做 結段的動作 必須要去做結段動作 也就是說今天74161 這個IC我們用4顆 那4顆做出來的話 模數呢是會等於16的4次方 也就是等於6、5、5、3、6 那代表說這顆IC的狀態 如果用實境字表示的話 假設一開始是0 那它會一直加1、一直加1 加到多少 加到6、5、5、3、5 6、5、5、3、5 是它最後的狀態 然後又回到第一個狀態 一直在循環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基本上我們必須要去做 一個結段的動作 那當然結段 你可以結頭 也可以結尾 那因為這一顆IC 同步基礎器的IC 有提供什麼東西 我們一再強調 同步基礎器的IC 都會提供一支輸出端 那個輸出端 只有當這個IC的狀態 是在最後一個狀態的時候 才會送出高定位訊號 那因為同步基礎器 有提供這樣的一個輸出端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輸出端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會採用結頭的方法 換句話說 從0到6、5、5、3、5 我們只保留後面的部分 也就只保留從2、5、5、3、6 開始一直到6、5、5、3、5 我們只保留這些部分 我們只保留這些部分 因為這些部分正好有多少個 正好有4萬個 保留這4萬個 至於前面從0開始 一直到2、5、5、3、5 這個部分 我們要把它截斷 這個部分 我們要把它截斷 不要了 好 那這樣子之後 我們如何來處理 基本上我們利用什麼 只要最後一個狀態 現在綠色筆圈起來 這個代表是最後一個狀態 這個基礎器的最後一個狀態 一旦出現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強迫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強迫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那麼這個載入的動作 會強迫這個基礎器的狀態 變成是25、5、3、6 那變成25、5、3、6之後 它開始又繼續正常的 一直加1、加1 到了6、5、5、3、5出現之後 又再強迫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25、5、3、6 好 那這是我們的原理 我們把全面截斷 那只保留後面 那我再強調 我們就是利用最後一個狀態出現 那最後的狀態出現 哪一個輸出端可以告訴我們 那個IC上面有標示為TC的 或者標示為什麼 RCO的 或者有標示為什麼 MAXMIN 這些街角 就會告訴我們說 是否最後一個狀態 是否已經出現 好 那這個原理解釋完畢之後 我們回來看一下 課本上面的線路圖 我們剛剛講了 我們需要4顆才能夠做出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 各位要先把這4顆串聯 要先把它做好 當然第一件事情 我們做的是同步技術器 時脈一定要接到所有的IC 時脈一定要接到所有的IC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進行串聯 那進行串聯的話 最低階的這顆技術器 一定要永遠保持啟動 一定要永遠保持啟動 然後接下去怎樣 低階的RCO要接到高階的 enable 那這顆IC的enable有兩隻腳 所以兩隻腳都要接 那這樣子完成串聯的部分 所以我現在藍色筆圈起來部分 就是完成這4顆技術器的串聯 那串聯完之後 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我們要利用RCO這隻腳 也就是最後一顆IC的RCO這隻腳 因為這隻腳會告訴我們說 什麼東西 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技術器的最後一個狀態 65535是否出現 一旦這個狀態出現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什麼動作 要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強迫這個技術器的狀態變成25536 所以我們要把RCO的腳 都要接到哪邊去 接到這4顆IC的所有載入的接腳 綠色箭頭所指的這些接腳 都是指這顆IC的肉的載入的接腳 當然這在接的過程的時候也要注意 因為這顆IC的RCO是高態智能的規格 然後這顆IC的LOAD是低態智能規格 所以中間必須要串上一個反閘 做一個載入的動作 然後我剛剛也解釋了 我們這個時候做載入目的地要強迫 技術器的狀態 直接跳到25536 那這25536要在哪邊設定呢 當然各位第一件事情 要先把25536轉成二進位 要先把它轉成二進位 也就是綠色箭頭所指的地方 你要把它轉成二進位 那轉成二進位之後呢 這個數字呢就要放過來 例如說這二進位之後呢 最低階的這四個位員 要放到哪邊去 別忘掉了 最低階的IC是哪一顆 最左手邊這一顆是最低階 所以這個要放在最左手邊這一顆的 這個D0D1D2D3 你要這樣去設 然後呢 這個 我現在用紅筆圈起來這個數字 0110是最高階的部分 那最高階的部分 那當然你就是要設在最右手邊這一顆 最右手邊這一顆是最高階的部分 那其一月中間這兩顆 那各位知情去看一下 所以重點你要記得 最左手邊這一顆IC是最低階的 那最右手邊那顆IC是最高階的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載入 到底要載入什麼東西 載入什麼數據 透過這些階角 把它串起來 串起來之後 還要再做結段的動作 使得最後 所製造出來的這個基礎器 它的模數是等於4萬 它的模數會等於4萬 那因為這個基礎器的模數等於4萬 那這告訴我說什麼事情 如果假設 時脈這個地方輸入的頻率是F的話 那最後這一顆IC的RCEO的輸出端 它的頻率會變成多少 它的頻率呢 會除以4萬 也就是說最後這個輸出端頻率 會是除以4萬之後的結果 那這圖發之42 那有關於這個同步基礎器如何串聯的部分 我們就介紹到這地方 同學有沒有問題 這同步基礎器的部分 那到這裡為止 基本上我們這一張呢 我們昨天跟各位講過 總共四個部分要介紹 第一個非同步基礎器 第二個同步基礎器 第三個狀態機 那第四個就是基礎器的串聯 那這四個部分全部介紹完畢 那這一張最後剩下的部分就是 課本上面從453頁開始 到這個大約456頁這個地方 有介紹的幾個基礎器的應用的例子 介紹幾個基礎器應用例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幾個基礎器應用例子裡面的第一個 在課本上面圖8-49 圖8-49這第一個例子 453頁的圖8-49 那圖8-49這個例子 是一個數位化的電子鐘 數位化的電子鐘 那或者你手上所帶的電子錶 其實都相類似 那今天假設這個電子鐘呢 總共有六個七段顯示器 那其中最右邊兩個七段顯示器 是會顯示秒 會顯示秒 抱歉秒寫錯了 那這一個會顯示秒 然後中間這兩個七段顯示器會顯示分 左邊這兩個七段顯示器會顯示小時 會顯示這個小時 那基本上呢 這裡呢 秒有個位數有十位數 分有個位數有十位數 小時有個位數有十位數 每一位數其實都需要用到一個計數器 那麼基本上這個秒的個位數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秒 秒的部分 那麼這個秒的部分呢 它的這個個位數呢 那個位數的部分 我們知道說會是0到9 這告訴我們說需要一個魔數等於10的計數器 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秒的十位數呢 它會出現什麼 秒的十位數的話 基本上會出現0到5 因為我們知道說秒是從0秒到5至9秒 對不對 0到5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說需要用一個魔數等於6的計數器 當然這些計數器都要串起來 那串起來之後就變成魔數等於60的計數器 我們知道說一分鐘有60秒 那分鐘的部分也相類似 分鐘的這個部分也同樣狀況 那個位數呢 它會出現0到9 所以需要魔數等於10的計數器 那十位數的部分 它會出現0到5 所以需要魔數等於6的計數器 那當然這個計數器一樣都要串起來 變成是魔數等於60的計數器 因為我們知道說一小時有60分鐘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小時的部分 那小時的部分各位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例子假設小時 這個例子假設這個電子中是12小時制的 也就是說它所謂顯示小時只會顯示00 一直到哪邊 00一直到11 11結束之後又回到00是12小時制的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小時的各位數會出現哪些數字 各位數當然是0到9都會出現 所以需要用魔數等於10的計數器 那十位數只有0跟1會出現 所以需要用魔數等於2的計數器 需要用魔數等於2的計數器 那是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把這個左上角這個地方放大來看 當然這個魔數等於2跟等於10的計數器 一樣我們要串起來 但是串起來之後 魔數等於2跟魔數等於10的計數器 串起來之後變成魔數是等於多少 變成魔數是等於20 但是20是不是有所要的 因為小時我們是12小時制 事實上我們需要魔數等於多少就可以了 事實上我們需要魔數等於12就夠了 所以換句話說魔數等於20不是我所要 真正的所要是魔數等於20 所以這個部分不但要串聯 還要做什麼事 還要做結段的動作 你還要做結段的動作 因為串起來之後魔數是等於20 那你還要做結段動作 把他魔數降到多少 降到只有12而已 那這個是呢 各位就會發現到 其實這個電子鐘裡面 從這個分的部分 秒的部分 分的部分 小時的部分 各位數 十位數各需要一個計數器 那其實從頭到尾 大家都是怎樣 從頭到尾 大家都是串起來的 從頭到尾 其實大家都串起來的 好 那另外還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這個例子 就是假設這個電子鐘 它的電源是直接插在牆壁上面的插座 那麼這個電子鐘要運作的話 請問這個地方 現在藍色筆所標示的這個地方 需要給它一個頻率等於多少的訊號 需要給它一個頻率是一個赫子的訊號 為什麼 因為秒一秒鐘要加一 每一秒鐘會加一 所以藍色筆所標示的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給它一個頻率是一個赫子的訊號 那別忘掉一件事情 牆壁上面台電所提供的電頻率是幾個赫子 台電所提供的電 是頻率是60個赫子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這裡需要一個頻率儲法器 要把60個赫子的頻率降低到只剩下幾個赫子 一個赫子 那換句話說這裡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魔術等於60的頻率儲法器 那魔術等於60的頻率儲法器 當然你可以用 魔術等於10跟魔術等於6的基礎器 把它串起來 變成是魔術等於60的頻率儲法器 那麼這個魔術等於60的頻率儲法器 最主要就是要把台電所提供的這個60個赫子的訊號 改變成變成是頻率是一個赫子的訊號 那麼這頻率是一個赫子的訊號 就可以直接去驅動這個電子鐘 就可以驅動這個電子鐘 所以基本上這個電子鐘走的準或者是不準 如果假設我們所用的元件都非常完美 沒有任何誤差的話 那麼這個電子鐘是準還是不準 關鍵點就在台電所提供的這個電 60個赫子到底是準還是不準 那這是我們所介紹的第一個例子 這個電子鐘裡面到處都需要用到這個技術器 那基本上這裡我只跟各位解釋 什麼地方需要用到魔術等於多少技術器 然後這些技術器必須要按照怎樣的順序來串聯 以及什麼地方串聯之後你還要再做一個結段的動作 那至於這個詳細的線路該怎麼接我就不介紹了 那同學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這個圖8-50 圖8-51就有跟各位介紹就是說 這個地方詳細的線路該怎麼接 這個地方詳細的線路該怎麼接 那這是我們所介紹的第一個應用的例子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第二個應用的例子 那第二個應用的例子呢是 假設有一個停車場parking garage 有一個停車場parking garage 那麼這個停車場呢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控制器 設計一個控制器 因為現在很多停車場呢路口呢有一些顯示的訊息 告訴你說停車場裡面還剩幾個空位可以停 或者有一些訊息告訴你說呢已經停滿了 那有一些訊息那總是你要設計一個控制器 這個控制器就會控制那個顯示面板顯示出正確的訊號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停車場可以停100輛車子 如果今天我們假設這個停車場可以停100輛的車子的話 那麼這個控制器需要什麼元件 那麼這個控制器就需要一個技術器在裡面 這個控制器就需要一個技術器 那麼這個技術器必須要具備怎樣規格的技術器 第一點這個技術器的模數必須要等於100 如果這個停車場是可以停100輛車子的話 那麼我們需要一個模數等於100的技術器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什麼這個技術器需要是一個什麼 雙向技術能力的技術器 因為車子開進去位置會少一個 開出一輛車子位置會多一個對不對 所以需要具有雙向技術能力 By Directional這種雙向技術能力的技術器 所以今天如果假設這個停車場是只能容量 容量是100輛車子的話 那你需要一個模數是等於100 而且是具有雙向技術能力 可以遞增或者是遞減的技術器 那有這個技術器之後呢 在停車場的路口一定會安裝一些感測器 如果有同學稍微注意一下的話 很多停車場路口路面上面 你稍微看一下的話 好像有用這個電鋸鋸過的一些痕跡在上面 那其實那些被鋸開的一些小小的溝槽裡面 其實就是埋入一些線圈 那些線圈呢就是可以感應是否有車子可以經過 因為車子是絕大部分都是用金屬做的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磁場的這種原理去感應出來 那總之停車場路口絕對有安裝感測器 那這感測器只要感應到路口有車子經過 那麼這個它會送出訊號 會去控制這個技術器往地增的方向加1 往地增的方向加1 代表說又多一輛車子進去了 那同樣道理 在停車場的出口 也一定會安裝感測器 那這感測器呢 如果感測到有車子從出口開過去的話 它會送個訊號去控制這個技術器 做往地增的方向去減移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講的 一定要用具有雙向技術能力的技術器 那另外呢 絕大部分的停車場呢 在路口的地方呢 可能都會設置一些 例如說可能會設置一個紅燈在那個地方 如果那紅燈亮的話 代表停車場裡面已經停滿了 你不要再開進去 也就螢幕右上角 這所謂一個full indication 停車場是否已經停滿的一個 表示的一個訊號 或者也有可能在停車場的這個路口地方 會設一個什麼閘門 這個閘門如果呢 車子停滿的話 這個閘門就關起來了 讓車子不能再進去 你沒有空位它才會打開 那不管是採用哪一種方法 那請問一下 例如說有一個紅燈 這個紅燈亮的話 代表車子停車場裡面已經完全停滿了 如果這紅燈不亮的話呢 代表說停車場裡面還有空位 那你要如何去控制 這個燈亮或不亮呢 要如何去控制 這個時候 我們要利用到同步技術器的IC 一定都提供哪個輸出段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要讓它亮 其實只有在什麼時候要它亮 也就是說這個紅燈亮 只有在什麼時候我要讓它亮 一定是車子怎樣 停車場裡面都停滿了對不對 那停車場都停滿的話 一定登到這個技術器 會在哪個狀態 最後一個狀態 但這個技術器是在最後一個狀態的話 代表說停車場裡面 車子已經全部停滿了 那停滿的話 那路口這個紅燈就要亮 好那我們前面講過了 哪一隻腳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哪一隻腳 所有這個同步技術器的IC 都有提供這隻腳 哪一隻腳 我們講過了會標示為什麼 TC就是這所講的Terminal Count 或者是標示為RCO 或者是標示為什麼 或者是標示為MAXMIN 這些腳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同步技術器的IC的這個輸出端 利用這個輸出端可以去控制 這個路口的紅燈要亮還是不亮 只要路口紅燈亮了 就是告訴駕駛說停車場已經停滿了 不要再開進來 好那這是圖8-52 也就是說停車場的這個控制器 我們需要用到技術器 那這個技術器我們剛剛講的第一件事情 魔術要等於多少 就是要等於這個停車場可以停多少輛車子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基礎器必須是要能夠遞增 又要能夠遞減的基礎器 當然第三件事情我們再追加一樣 第三件事情我們利用到這個基礎器的Terminal Count 這個輸出端 好那這是圖8-52的這個例子 那8-53請各位自行去參考 也就是說這個詳細的線路 該怎麼做可以參考8-53的圖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圖8-54所介紹的這個應用例子 那圖8-54所介紹的這個應用例子 那圖8-54所介紹的這個應用例子 在第六章的時候 我們在第六章的時候曾經介紹過多工器 那多工器呢我們在第六章 介紹多工器的應用的地方曾經提過 多工器可以把什麼 多工器可以把並列傳輸的資料 Palallel可以把並列傳輸的資料 轉成什麼轉成這個篡列傳輸 那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的時候呢 這個多工器的資料選擇線 我們必須一直持續的送給它什麼訊號 這個多工器的資料選擇線 我們是不是以螢幕上面圖8-54所舉的這個例子 也就是這個多工器的資料選擇線 我們必須要持續的送什麼資料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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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然後一直到哪邊一直到1-1-1 然後再怎樣一直循環對不對 如果是0-0-0的話 那麼就是把D-0送過去 0-0-1是把D-1送過去 0-1-0是把D-2送過去 一直類推一直到1-1-1 把D-7送過去 那麼這樣子一直在怎樣一直在循環 所以多工器的資料選擇線 我們必須一直持續不斷的提供這個訊號 那麼這個訊號呢 我們就可以用什麼東西 就可以用技術器來幫我們自動產生 所以我們用多工器來進行 把PALALEL並列的資料 轉換成C流串列資料的話 那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搭配什麼東西 必須要搭配一個技術器 搭配一個技術器 使得這個轉換過程可以從頭到尾 完全都是一個什麼自動化在進行轉換 那這是課本上面的這個8-54所提到的 我們用多工器把並列資料 轉成串列資料的時候 需要搭配一個技術器 使得這個整個轉換過程 完全自動化來進行轉換 那這個圖8-54的例子 好 那到這裡為止 我們第八章就全部介紹到這個地方結束 同學有沒有問題 第八章到這裡全部結束 哦 這邊是個大部份 有限定的座位